我老公是个外国人 他刚来中国的时候 看不懂汉语 也不懂中国文化 他第一次送我花 是一束明艳的黄菊花 刚开始那时候我俩刚交往 我没好意思跟他解释 但是他送了我两个月的黄菊花 有的时候黄菊花的外边 还有一圈白菊花 我收着花我都不知道往哪放 放桌上 桌上不敢放吃的 放墙根 墙上不敢挂照片 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问他 我说这花店的老板 他就不推荐点别的款式吗 他说他推荐了 他推荐的那个花 后边有个架子 自己能支在哪 我没买 你一个大活人 又不是拿不了花 我说你领我去这花店看看 我觉得他的受众群体 未必是大活人 到了地址 没有花店 这个店他都没有名 就叫兽医花圈 我说行 你在这买花就买花吧 幸亏你没在这给我买衣服 我老公说 这儿没有你的号 我说我懂了 咱俩走吧 我老公说来都来了 进去打个招呼 进去他就跟老板说 老板我又来了 这就是我女朋友 那可能是卖花圈的人 第一次碰到收花的人 亲自上门取货 老板正给别人写碗帘呢 看着我 连笔纸都白 你不是两个月前就走了吗 我说我就是回来看看 为什么我的花没有腕帘 我老公最不懂的 其实不是咱们的纪念文化 是中国人的谦虚文化 有一次在铁岭 有个老头问他 小伙会打乒乓球吗 我老公说会 你呢 老头说不会 可以陪你玩吧 但是我前一阵中风了 一边胳膊不好使 你多担待 那天在铁岭老干部活动中心 我老公对决的是一个74岁 穿着跨栏背心红球裤的 退休老大爷 我老公全程 没碰着球 老大爷全程没动地方 给老头都打困了 老头说你倒是接呀 我老公说你也不让我接呀 我老公说你倒是动啊 老头说你也不用我动啊 打完之后我跟大爷说 大爷你太厉害了 你就用一只好使的胳膊 都能赢他 大爷说我用的是 不好使的那只 第二天他刚缓过来 我二姨父问他 你会游泳吗 我老公说会 你呢 我二姨父说不会 可以陪你玩玩 我就发现他对会的理解 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我二姨父认为 我不驾驭水 就是不会 我老公认为 水没枪死我 就是会 他以为他俩能到一个什么游泳馆 结果车直接开到了铁岭柴河水库 进水之后我老公很兴奋呢 二姨父你不要怕 让我来教你挖泳 挖泳的关键就是要像青蛙一样蹬腿 说完他就开始认真示范 哎呀那腿蹬的那个猛 踹飞好几条鱼 对岸的人离远看 以为哪个蛤蟆疯了呢 示范之后一抬头 他游出二十米 我二姨父已经游到了水库中央 还得停下来飘着等 好不容易等我老公游到水中央 差点没累死 就等着啥时候折返呢 没想到我二姨父 轻松地飘在水面上 开启了聊天模式 你们加拿大人口一直不多呀 我老公说 咱俩再闹还得少一个 我当时有点可怜他 我觉得是我的引导不到位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不会可以陪你玩玩 是谦虚 表示对人的尊重 我老公学会了 后来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一个朋友工作的原因 他见到了他的偶像 成龙大哥 见到大哥 他激动地都哭了 大哥我太喜欢你了 你所有电视我都看 你所有动作我都模仿 大哥说 那你会功夫 我老公说 不会 可以陪你玩吧 大哥也愣了 加拿大人口不多 原因在这儿呢 我老公答完 非常骄傲地看着我 答得好不 我说你就告诉我 你想要黄菊花 还是白菊花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大木 大家好 我是慌慌 我们是肉食动物 大木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某一天 我们被冲到了一个无人岛上的话 该怎么办 先跟老板请个假吧 请什么假呀 我说的可是荒岛求生 这也太难了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练习一下 对 就假设 我们现在被冲到了一个无人岛上 然后我们在这个沙滩上醒来 好吧 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看 无人机 无人车 还有无人超市 太现代了吧 要一个真正的无人岛好吧 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你看这个牌子上写着 无人岛 门票20 旅游景区嘛 荒岛 荒岛求生 好吧 我们这是在无人岛吗 肯定是啊 哎 你是 哦 来营救我们是吧 好 谢谢啊 好 好 我们得救了 赶紧走吧 太快结束了呀 还没来得及练习呢好吗 哎 哎 我们现在在无人岛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啊 应该是搜集物资 哎 我找到一盒火柴 我找到一只蝴蝶 春游来了吧 春游嘛 好 你找点有用的好不好 好 哎 你找到什么 找了个叫贝尔的老外 来呀 来 太有用了呀 有了它我们没必要冒险了吧 你能够找点有意义的 哎 你找到什么 我找到了 人生的意义 走干嘛去了呀 我们啊 现在应该先解决水的问题 好 哎 哎 我找到个椰子 找到个吸管 打不开吧 哎 我找到个椰子 我找到个电钻 没有电呀 哎 我找到个椰子 我找到个发电机 你找发电机干嘛 哎 卡 没有这些啊 没有这些 你干脆找送船好了 哦 有船吧 没有船啊 对啊 而且现在椰子是不够的 如果要是能下雨就好了 好 哈哈 我有它呀 哎 这是什么呀 太平洋小岛上的蝴蝶扇一扇翅膀 拉斯维加斯就会下一场大雨 拉斯维加斯下雨 跟我们这没关系吧 哦 这里下雨吗 当然呀 我来呀 老婆婆 我永远爱你 卡啪 渣男发誓嘛 水的问题解决了 这个雨下得也太巧了吧 哎 那接下来啊 我们应该解决火的问题了 哦 哎 正好刚才捡了盒火柴 但是被雨淋湿了吧 哦 对哦 这时候如果有火鸡 把火柴烤干就好了呀 有火鸡没必要要火柴了呀 好 那我们试一下吧 有火鸡还要火柴干嘛 果然是火鸡更有用吧 对吧 最后一根了 我的生日月望 就是希望有一个火鸡 灭了呀 虚什么愿望啊 现在只能用石头来打火了 玩什么石头剪刀布啊 而且明明知道我说石头你也会输嘛 哎 现在火解决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解决食物的问题了 好 哎 对 捕鱼是吧 你觉得这个格子捉布怎么样 你铺什么捉布啊 现在是让你去捕鱼 好 让你去捕鱼啊 贝尔 没有贝尔了 现在啊 要是有一个网就好了 我带了呀 你是穿着网袜伤导的吗 我让导的还带上这种设定干嘛 来来来来来 哎 真的有鱼哎 还有螃蟹 还有龙虾 还有龙王 怎么会有龙王啊 你刚 为什么不下雨 为什么 为什么不下雨 好笑啊 你也太不错 我认识人家龙王了吧 哎 你看啊 今天我们就有一顿海鲜大餐了 哎 但是我海鲜过敏哎 早说呀 早说我们去森林里摘果子好不好啊 森林里也会有食人族吧 食人族 在无人岛 早饿死了呀 对呀 你看 哎 这个树上有果子 这也太高了吧 我们把它摇下来好不好 摇我干嘛 摇树啊 有同一棵树啊 啪哒 诶 苹果 啪哒 诶 香蕉 光鸡 蛤 榴莲 所有水果场一棵树上了是不是 哎 大木啊 你看啊 我们解决了水 火和食物的问题了 对啊 温饱问题解决了 那我们接下来应该 接下来就应该 挑起战争 你够了吗 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沐川 上节目还挺好的 上了节目还有广告牌 前两天有个广告找我 要派我举杠铃 我举了几下子 我说导演不行了 我举不动了 不能再加片了 导演说 那你也不能只举个杆吧 路上也会被人认出来 前两天被路上被人认出来了 有个哥们 说我特别喜欢你讲的那些关于狗的端子 我是做兽医的 等我做大了一定找你代言 我说哟 还遇到了养成系的客户 可以 开了 开了 然后加上微信一看 是做的殡葬业的兽医 怪不得你称叫一路风光 我甚至有了粉丝群 我爸也跟着粗热闹 说儿子 我能不能当你粉丝群的群主啊 这句话就透露出来 他在我的粉丝群里边 哇 这也太吓人了 我只能发动我的粉丝 帮我找爹 忙活了两个作型期 还剩下十几个嫌疑爹 只能一个一个问 两袖清风 两袖清风 你是我爸爸吗 对方说孟川你这也太充分了吧 我真的可以是吗 而且有的粉丝你不帮忙就不帮忙就算了 偷偷把全名改成了小孟川找爸爸 我现在还经常会因为一些话被骂 我就感觉我明明没那个意思呀 就是一些人的过度解读 我感觉就像是狗能听见人听不见的声音 而且我被骂了之后 我的粉丝就想骂回去 我又在群里劝他们 我说为了我不值得 没想到他们还挺劝的 我挺喜欢追星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灌篮高手里的刘川峰 于是我就去跟我爸说 我说爸 我想改名叫孟川峰了 我爸说你好短短怎么就疯了 我妹追星更严重 我给她的零花钱 她都花给她家哥哥了 这就是以哥养哥 我老问她 我说你家哥哥也挣不老手了 啥时候往家里寄点钱呀 她买了好多她家哥哥的专辑 我说哎 没想到啊 她一个爱豆还有那么多作品呢 她你怎么说话呢 我家哥哥好多作品 我家哥哥的颜值都是作品 我说你家哥哥的颜值 不是整容大夫的作品吗 这也太感受了 我看得顶了 然后我就被请出了房间 看出来了明显的哥不如哥哥 而且我妹就整天 拿着他的哥哥跟我说 说看看看看 这才叫男人 你不行 过了两天会拿水说 看看看看 你家哥哥他逢了 我妹生气地说 你们男人都不行 我现在就坐在家里 刷着刷着微博 我就会经常感叹 啊 我们男人又要不行了 真是 哪天男人又行了 家机无望高乃翁 我妹还找不说 喜欢他就当我交直商税了 我说妹啊 直商税这个词不准确 你能看上他就说明 你这直商应该还没有到起正点 我觉得真的好多粉丝就是 就是有立场没是非 我问我妹妹 我问我妹妹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讨厌某某某啊 她说因为她是我哥哥的对家 我说这还有对家呢 这是打麻将吗 那他们俩谁要胡了呀 她们追星是真动感情 哥哥PK对家输了 粉丝群群主让每个人发自己哭了的小视频 我就看见我妹妹对着手就哇哇地哭 我就觉得不是哥哥输了 是哥哥走了 我还劝我妹 想给你哥花点钱就花点吧 张茂山的感情是得随个份子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认识一个人叫一路风光 我觉得我妹那张脸现在就是娱乐圈的情语表 看她的脸就知道 她最近又有哥哥塌房了 我就说你家那么多哥哥塌房了 他们的拆迁款下来了吗 能给咱家寄点钱了吗 我妹就哭哭啼啼的说 哥别闹我难受 我真的不想追星了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了 我说想见也不好见了 说不定就判个无欺呢 说到要好这么多 大家好我是鸟鸟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在产房外 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和男生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师您这个话说得不对 老师说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嘛 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 有后劲 文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 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我看到一则新闻 深圳一名女性 离婚后得到32套房 哇哦 我也想和她老公离婚 我再一查 这名女性婚前有64套房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 我和男生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yes 可是跑这么快 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 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她为 妈宝男吧 哇 都还挺啊 真好 妈宝男这个群体 非常奇怪 就她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她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她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她妈妈天天对她说 孩子 以后在外面提我 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 鉴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几乎每个妈宝男 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和一个缺席的父亲 明明爸爸也有责任 为什么要叫他妈宝男 不叫他爸肺男 如果爸爸特别肺 还可以叫他爸肺特 努力一下 而且即便妈妈当得好 又能怎么样呢 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 每次我妈跟我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都说 妈你这就有点物化女性了 我希望在未来 妈妈这个职业 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 就是如果我拿了 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 可以有机会跳槽 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 易烊千玺拿了 表演类的奖项 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 可以得到晋升 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 实现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大家好 我是蒙恩 这个赛事到现在 真的太残酷了 你知道吗 我们上一轮是这样的 我们根据票数分成两队 然后面对面的去选 你想PK谁 那对面大家都认识 而且当时 当时孟川就坐在我对面 我真的 我觉得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觉得我不可能坐到 我就私下里每天 串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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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台 我选孟川 对吧 所以我当时真的 特别佩服那些 说唱歌手 我觉得他们在比赛里面 选人的时候 从来没有这种愧活 你看就他们那些 说唱歌手 他们在比赛里选人 都是这样的 哦 ZY是我的老师 他带我入门 没有他就没有我 所以今天 我要弄死他 你感觉说唱这门 艺术的祖训就师傅领进门 徒弟弄死他 而且我没有想到 友情居然给我带来 这么大的痛苦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羡慕 就是女生的友谊 我觉得你们在一起 永远是充满了快乐 然后相处起来 非常的融洽 每天就是逛街 没假 好喝的下午茶 然后聊天也特别快乐 我觉得马龙好帅呀 我也觉得 啊啊啊啊啊啊 What's the perfect holiday 相比之下 男生的友谊 真的太沉重了 男生聚会的苦 从第一杯酒开始 当时我们大学同学聚会 然后喝两杯之后 就开始诉说 大家有多么不容易 哎 养孩子压力大 你这个每天加班 太辛苦挣钱难 娱乐圈太乱了 你最近小心点 然后你啥也没说呢 突然有个人站起来 就说啥也不说了 咣咣咣咣就开始喝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看见我女朋友 坐在那 然后看着像那个 我同学的老婆 我在爱问他 我同学的老婆这样 脑子都有问题 而且你知道 我到火车站之后 更加的悲伤 就他们挨个挨个送我 我就 行 走吧走吧 没事没事 别送了别送了 好好的 好好的吧 我回家我还自己说呢 他们是我最好的兄弟 你知道吗 这就是男生可怜的地方 你知道吗 我们从小到大 接受到的友情观 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从金庸 到古或宅 我们所学到的友情 都是什么呢 就是好兄弟 从小一起同甘共苦 然后我们见证彼此的一切 但是在40岁左右的时候 我们之间会死一个 男生友情的最高幻想 就是在一个大雨 旁沱的夜晚 我跪在地上 抱着我兄弟 满是弹孔的身体 但是现实中 没有枪林弹雨 现实中很搞笑的 就是我们学到 那么多厚重的兄弟情 结果搭配上 我们生活的琐事 就会显得我们男的 非常的中二 就这两天演那个 《披荫斩棘》的 哥哥里面有一段 太形象了 盖去找陈小春 他去找陈小春抱不平 他就说 小春哥 你兄弟记不住 我兄弟的名字 我觉得特别不尊重的 我觉得不舒服 就大家都是问号 就是大哥 人家只是单纯的 不记得你兄弟的名字而已 人家又不是一边 记得扣子一边说 哎 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这打架 打架的意思你知道吗 但是我理解该 你知道吗 因为小时候 我也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 周润发 就《英雄本色》里面的 一个台词 他就说 我发誓 这辈子 绝不会再让人 拿枪指着我的头 我觉得这句话太帅了 我一定要跟我的朋友讲 但是我确实 这辈子不会有人 拿枪指着我的头 我这辈子 遇到最接近的情况 是我在黑板上 回答不出问题 老师拿粉笔指着我的头 弹劲的30度 等于几夜 我回去之后 我真的 我回去之后 我去跟有同说说 我发誓 这辈子 绝不让人 拿粉笔 在打我的头 话音味道 飞过来一黑板擦 我都懵了 电影里也没有这一段 我兄弟还在安慰我 我兄弟说 没事 周润发上歌说话 也爱黑板擦 我们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想帮我们 自己的兄弟 解决问题 但是成年之后 你会发现 你兄弟可能都没有 什么问题 需要你去解决 你兄弟这辈子 遇到最大的问题 可能就是他喝酒 就是他老问 你在哪呢 然后如果你能解决 这个问题 你就是他的好兄弟 所以你们知道 什么时候 孟川成为我的好兄弟吗 没有 就是有一天 孟川跟我说 王爷 以后你媳妇 要问你在哪 你就说在我家 我当时真的一听 特别的感动 我觉得这是我的好兄弟 但是我相信 你们女生 想的就是说 这狐朋狗友 对不对 但是男生的想法 不是这样 男生的想法就是 孟川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脑海里是什么画面吗 我脑海里就是 我女朋友举了一把加特林 杨文你在哪呢 孟川冲出来 孟川你快走 很多女生就是不理解 就说 为什么我在你心里 还没有兄弟重要吗 其实男生很简单 就是我们储存 情感的那个空间 只有5KB 我们只能记得 兄弟之间 互相帮忙那些小事 但是女孩子 对我们太好了 女孩子对我们的好 有5个G 我们看得见 但我们装不进去 我们就是会这样 一直记得自己的兄弟 我都能想象到 即使有一天我去世了 我的遗嘱里 都会有关于孟川的部分 我会告诉他 云南白药口腔修护寒树叶 搭配活性态牙膏 超强口腔修护力 我不在了 你记得早晚刷牙 放口舒坎 会的 然后这个时候 我老婆会打电话 通知孟川 说 孟川 孟恩 孟川也会毫不犹豫地说 放心吧 孟恩在我这 谢谢大家 我们 我们